你是不是很想自己裝飛楦踏板 你不會 給我一分鐘 我教你 首先你需要有10號的踢桿 跟一支小十字 10號可以來拆飛楦踏板 只要從車殼旁邊穿越 就可以輕鬆的取下 飛楦踏板就可以跟得下來了 你需要一支十字來拆飛楦踏板的螺絲 分離它會變成這樣子 那小心這個彈簧不要噴出來 再來把這個往下抽 那你就會看到這裡有一個蓋子 把它撬開 它就可以打開了 再來你會看到裡面有彈簧 直接輕輕的拿下 然後拿到我們對應新的飛楦踏板上面 把它擺回去 蓋子要把它蓋回去 這時候我們在依序的組裝回去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插箱 你要對準它的彈簧 然後旋轉進來 你就會看到它呈現這樣子 這時候我們要把我們另外一個蓋子蓋回去 那我們就用飛楦踏板把它推開 壓入 這樣就完成了 把螺絲再鎖回去 轉緊之後啊 它這裡有一個定位膠 那我們只要把它對準 它飛楦踏板就不會亂跑了 這時候把我們10號的這支螺絲穿回去 鐵絲穿踏板 成真